众所周知,在九九奇妙冒险第三步中,除了恶人的救世主迪奥外,埃及九龙神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欢乐 今天,阿三就给大家谈点一下,埃及一龙八尺神到底有哪些 1.盖布神恩多尔,作为九龙神中第一个出场的倒霉蛋,水哥向大家展示了什么叫做生残至尖 虽然他双目失明,但从其徒手捏苍蝇的画面中我们不难看出,恩多尔的听力非常灵敏 在其替身盖布神超远射程能力的加持下,他甚至能在1.2公里外对敌人进行狙杀 只可惜,在一奇的助攻下,恩多尔最后还是惜败于陈太郎之首,临终前,水哥也是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 在其死后,陈太郎将水哥的拐杖立在了他的坟前,这也算是对敌人最高的敬意了吧 大家总觉得,第一个出场的反派永远是最菜的,可荒谱老贼却喜欢反着干,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九龙神中剩下的八个人居然全是逗逼 值得一提的是,水哥的原型是古埃及九柱神之一的大帝之神 每当盖部神笑的时候,人间便会发生地震 大家在心中也一直有个疑问,盖部神明明是大帝之神 但他在剧中为什么以水的形象出场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在古埃及神话中,盖部神不但是大帝之神,更是生育之神 而水本就是万物之初,江河是大帝的血脉,也是生命的源泉 所以盖部神才会以水的形态出现 恩多尔也因此有了水哥的称号 二,克努母神欧英哥 作为指南针战士的一员,欧英哥的替身只有持久力超强这么一个能力 但阿三想说这是多少男人的梦想 因为其替身能力,类似于西游记中孙武功的72变 所以欧英哥也被大家戏称为猴哥 在剧中欧英哥借助这个能力,变成了陈太郎的模样 他本想混入主角团,刺杀二乔和波波 但在弟弟神之欲言的助攻下 欧英哥却不幸踩到了本打算炸陈太郎的橘子炸弹 老话说得好,人一旦倒霉和凉水都会塞牙 刚被炸完的他,还被之前欺负过的路人遇到 兄弟二人直接被他们揍进了医院 因此欧英哥可以算是九龙神中最憋的存在了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九龙神之一的他 其原型为埃及神话中的公羊神 在传说中,他可以用陶瓷手捏胎团造小孩 阿三愿将其称为女娲埃及分娃 3.脱脱神波英哥 上面我们说了欧英哥 接下来我们来到他的弟弟波英哥 兄弟二人因为面板能力被粉丝们亲切地调侃为指南针双子星 虽然波英哥与欧英哥一样,他们都只有持久能力强 但是弟弟的替身能力却远超哥哥 波英哥可以借助替身脱脱神的能力百分百预言成功 阿三要是有这个能力早就去买彩票了 在之后的剧情中,前途一片灰爱的波英哥 本打算重新做人 但他却不小心遇到了一期 狗哥二话不说对着其就是一通狂咬 波英哥的好人梦也因此彻底破灭 值得一提的是,脱脱神的原型是古埃及神话中的学习和智慧之神 虽然你们可能没有听说过脱脱神 但他的儿子你们肯定知道,那就是阿蒙神 阿三在告诉你们一个冷知时 多来一梦的早期一名便是阿蒙 四,阿努比斯神 作为第三部中唯一一个本身便是替身的存在 阿努比斯的能力是控制使用者 才能让寄宿者瞬间变成一个剑术大高手 在剧中,刚登场时的他附身在了一把刀上 阿努比斯也因此有了刀割的称号 而大家对其印象最深刻的一幕 莫过于他与晨太阳之间奇怪的对话了 好,阿努比斯的原型自然不用阿三多说 毕竟狗头谁没玩过呢 作为九龙神中唯一的女性 马来亚的美腿不但让二乔印象深刻 正是让粉丝们直呼腿完年 他也因此获得了腿姐的美称 但是其替身能力却拉得不行 他在动手之前不但要先准备很多的插线板 还不能让敌人靠得太近 甚至这个能力还能被敌人用来对付自己 但在剧中,这个能力的确有奇效 因为巴斯体女神几乎没有保护本体的作用 但让其能力更是让人不想多说 所以啾啾粉们一致认为 他是最难使用的替身之一 而他的原型其实是古埃及神话中的猫神巴斯泰托 确实,毕竟猫的腿和马来亚的腿的确有的一拼 作为斧头帮的一员大将 阿雷西随身带着一把斧头 这自然没什么问题啊 他的替身更是学到了心也持强凌弱的精髓 赛特神的能力可以让人直接回到幼年 但是这并没有什么软用 毕竟阿雷西的实力摆在那 在剧中,即使他让波波和神太郎梦回十八岁 但却依然没人打过他们俩 看到这儿阿三忍不住吐槽 下次帮小圆打架时一定不能带他 不过阿雷西的这个能力 却让二乔粉们喜闻乐见 毕竟借助其替身的能力 说明你可以让年轻的二乔返场归来 其原型则是古埃及神话中的力量与战争之神 查完资料的阿三 转头看上了九九中的赛特神 几千年不见 你怎么这么拉了 西奥西里斯神大达比 作为九九中的一代赌神 大达比可以借助替身能力 抽取灵魂 以及用进行灵魂豪赌 在剧中 身为九九智力担当的二乔都不幸被其击败 落败后 二乔的灵魂被拘束在了筹码中 这个战绩值得大达比吹一辈子了 值得一提的是 大达比的配音演员内海贤傲 还配过很多的经典角色 就比如北斗神拳里的拉欧和沙乌萨 八阿图母神小达比 众所周知 在九九的世界中 弟弟永远强于哥哥 但这对兄弟由于指南真兄弟不懂 小达比的替身能力与大达比类似 但与哥哥的好赌成瘾不同 他却更喜欢与对手进行游戏比赛 在剧中 全太阳借助场外协助 与拥有独心术的小达比 展开了公平的对决 最终在奥乔赢者之子的帮助下 盖达显身外挂 九赫鲁斯神佩特夏 作为第三部最终Boss第二的宠物 佩特夏总以大雕的形象登场 而他的能力则是掌控冰元素 在剧中 一骑与佩特夏展开过激烈的战斗 最终狗哥利用杀之堡垒破碎后的冲击 一股缩气打败了大雕 粉丝们将这场战斗 调侃为旺旺碎冰冰 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阿三 咱们下期再见